哈囉大家好我是Colin 歡迎大家收看這一集的男人廚房1加1 今天我們要帶給大家的是泰式打炮豬 話不多說我們馬上就開始吧 首先我們先將番茄切塊 接下來我們把所有調味料統統混合均勻 再來我們就要開始料理囉 一開始我們先熱油鍋 接下來我們先把豬絞肉下鍋拌炒 如果你的絞肉比較肥一點點 前面的油鍋的油你可以下少一點甚至不下喔 那這邊要稍微注意一下喔 我們的豬絞肉要把水分統統都炒到乾 絞肉的水分都炒乾了以後 再來我們才把大蒜下鍋 那如果你有吃辣的朋友 你也可以在這裡就先把辣椒下鍋爆香喔 再來我們把切好的番茄下鍋 接著我們把調好的醬料依照個人的口味適量的加入我們的絞肉當中 再來你就要不斷的翻炒我們的豬絞肉 讓醬汁跟絞肉能夠均勻混合 而且一起把它炒到收汁 最後起鍋前我們再加入打拋葉 或者是九層塔 然後還有辣椒 然後稍微拌炒一下 這樣我們的打拋豬就完成囉 那今天幫大家示範的這個泰式打拋豬 是不是非常簡單呢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來試吃看看喔 整個打拋豬吃起來 口感呢 就是酸酸甜甜的 很有泰式的風味 而且這個魚露啊 經過加溫以後 它的香氣就反而不一樣 而且你還可以吃到淡淡的檸檬香 跟番茄的果香 希望今天的料理你也會喜歡 如果你喜歡我們做的料理 那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